我在香港生活了七十多年 五、六年又暴動過六、七年暴動 因為受政治衝擊的時候 樓價都會受影響 是否賭香港差的人 最後蒙受損失 可以這樣說 但是是否等於這一刻 就等於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投資市場之所以欺負人的地方 各位觀眾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古壇思見 第二節我們開始談談一個香港很熱門的話題 C先生近來都好像有從事這個業務的 就是這個家族辦公室 香港政府在過去幾年都支持香港 作為資產管理的中心 早前鄭志剛表示 有信心香港會成為全球家族辦公室的首選目的地 先生你剛才中原開了家族辦公室 其實你怎樣看這個業務呢 是否真的這麼有前景呢 而近來都有不少不同地方的富豪 可能都未必會選香港 有些人會選到新加坡落戶做一些投資 你認為香港在亞洲區是否定位 仍然會比新加坡為高呢 之前有一段時間去新加坡投資的人都挺多的 一個在他那裏搞家族辦公室 他就給你好像請五個家族成員去新加坡做事 做一下做一下你就做夠日子就可以申請日籍 這個吸引了不少人的 但是最近我聽到一些中國裏面的資金擁有者 開始對新加坡放錢去新加坡有些顧忌 因為他們最近好像都查了一批人的 即是那些人資金來源交代不了 新加坡那些政策都很硬正的 你可能數以十億甚至過八億的資金都可以 因為你來路不明說不出 你又在哪裏找回來 有沒有交足稅 他就可以凍結你的資產 甚至沒收了你的資產 相當嚴重 相當嚴重 嚇到很多人都離開了 另外有一個時期去美國的也很多 他們發覺去到美國 原來美國的稅務局是神通廣大 即是變成他們習慣了全球要收稅 以及他們的長臂管理 令到其他國家的根容機構 都要賣美國政府帳的 很多銀行長期有房間有位置 留下給美國稅務局派陽牆住 有保險箱鎖匙也可以 所以現在覺得他們經常去開的地方 都不算很安全 香港反而因為保持資本主義制度 對產權的尊重 是很多其他有主權的國家的管理上來 是沒有去到那麼盡力的 現在可能有些人擔心中國會不會有很多干預 但實際上中國在這方面反而是相對鬆手的 變成香港的特區政府在管理這些財富 即是在家族財富時的寬鬆度和自由度是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只是這一點都可以吸引一些資金入力 雖然香港的情況都開始受到國際資金的歡迎 但本土也有不少人可能來探望香港經濟 早前有人問長實主席李澤巨在業績會上 如何看香港 他就說了很正面 他也不敢賭香港的樓市或市場太差 因為過去歷史告訴他 只要賭香港差基本上都是錯的 施生你認為他這個表達是否你都認同 賭香港差都沒有運行 還是你認為這些可能是有些門面的說話呢? 每一個時候都有人賭香港差 亦都有人賭香港差的時候 然後有人信才會差的 即是我在香港都生活了七十多年 你五、六年又暴動過六、七年暴動 因為受政治衝擊的時候樓價都會受影響 你是不是賭香港差的人最後都蒙受損失呢? 可以這樣說的 即是幾次活動入面 誰買香港好的最後勝出 因為香港一直都上升 但是有些日子都 回落的日子都相當長的 一般香港的地產回落都是三年、四年左右而已 但是九七那天都由九七年一路去到03年前後都六年的 所以在某些日子別人看不好香港的時候 你去看好都可能會捱一段長的時間才好回來 所以你說只說最後賭輸了 是不是等於這一刻就等於沒有問題呢? 每一刻都要按照具體的情況去分析 不能夠只根據以前有人輸過、贏過 然後做就行了 這就是投資市場之所以欺人的地方 就是昨天發生的事未必可以跟天再來一次 這就是基金價格可升可跌 概表現不代表將來 學得怎樣看李先生的言論呢? 過去香港是結構性地走得挺好的 譬如詩先生說 由五多年來香港受惠於大陸很多資金 人來香港 我們有製造業、後尾 我們發展金融業、導遊業 一直都是上升的 當然現在過去的模式 現在是有變化的 就是香港過去20年 我們大陸經濟真是深度融合的 而現在就是大陸經濟又要找一個新的路向 香港自然而是會重新去試一下這件事 如果你相信香港整體經濟或環境 是繼續有生命力的 我個人相信一個地方 就是股票的靈界 股票所說 香港的股票是反映大陸經濟的 但香港的房地產市場 真的很反映我們當地人的經濟 財富是生產力的 我覺得香港人不至於這麼悲觀 你覺得會否去到以前的暴發式 不敢說 不過現在其實是否這麼悲觀 我覺得有不需要 因為其實 第一是我們的房地產已經適當地調整了 包括因為跟隨大陸的經濟 財富效應會有一種緊縮的效應 過去一段時間有人離開香港 有人賣了一些房子 供求又有重新再調配 但現在開始應該是 有想想 會否有些好的東西出現呢? 譬如我們剛才說過 未來美國的息口開始下調了 香港因為過去挺痛苦的 因為香港為了要維繫聯繫固率 所以港幣要跟美元一起走 所以在這段時間 經濟或收入開始變差 但我們因為美元走得比較硬 我們唯有我們的資產價格 就調節得最多 所以中原城市領事選手 都由高位跌了兩三成 某程度是宏觀的一個效果 但如果資金周期開始逆轉 我想對香港沒有新的資產 至少中期來說是一個比較正面的幫助 我相信對香港的情況是正面的 但很多提起 即是美國的情況 如果股市是挺波動的 今個月初即是8月初 其實曾經試過大跌 但很快美股就彈上去 用了約5億10個交易日 去迫近7月中的歷史新高 你如何看道指或納指突然又飆上去 會不會之前的大跌其實都是虛的 根本上是一個不重要的 或者其實也不需要大家太擔心 另一方面股神巴菲特 大家都很留意它的投資取貸 現在它的巴棍的現金水平 去到差不多2800億美元 即是天文數字歷史新高 你猜是否因為股神也不看口美股 不需要多留些蛋藥去買東西呢? 第二條簡單一點 我先回答簡單一點 巴棍剛才提到 大家說2000多億美元 好像很多 不是好像很多 但你要記住 其實巴棍本身是一個很大的企業 所以第一 我覺得能夠理解這個數字 你應該理解一下它 手頭的現金比例 因為巴棍自己的資產是幾萬億 幾萬億拿著2000億的現金 其實現在最新大約是 它拿著17%至18%左右 如果它有100元的話 它拿著17-18元現金 這個高認低 第一就是巴棍和施生一樣 還不喜歡借錢 終於放很多現金在袋子 所以如果你看看巴棍過去這麼多年 我想過去二十多年 它平均都拿著13-14%現金 所以現在有17% 是比它過往高一點 但有兩項要具體地了解 第一就是巴棍 當然大家以為它是股神 它投資很多 但其實它的主業當中 很重要的急環就是 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會產生很多保費 巴菲特就可以拿些錢去投資 但同時你也要放低部份的現金 去支付保險的賠償 所以巴棍本身已經有一部份的錢 一定要留回來做現金 就是支持它日常的營運 不是隨時可以拿去完全投資 第二點是甚麼呢 第二點就是 巴菲特自己說過 可能幾百億都夠了 那麼多出來的真的可以投資 但你可以拿來投資 可以拿一千億來投資 其實巴棍也沒有很多人 所以它每做一宗丟 它今時今日一定要有這麼多尺寸 好東西有這麼具無霸式的可以給你買 其實不會天天都出現 始終它不是一個基金 它一直都是一個概念 就是長期投資 它覺得留一點點現金 看到有好機會才能做 比現在擺放現金 美金計算 也有差不多4-5% 它寧願擺放在銀行 紅寶仔賺下息 然後留一個好機會 我想這個方法跟私生差不多 不如你買私生吧 偶德剛才說了你不喜歡借錢 如果用中原的角度 你們現金比例會不會高於巴菲特? 中原沒有貸款 之前賺下的我又沒有全分 分了半島 所以我們只收息也有時間收 我現在發覺有錢人也是有共通 這段時間中原經營上比以前辛苦 但因為我們留有現金 所以可以支持某一段時間的經營上的困難 師先生是否在你的角度 在投資方面也要保守一點? 巴菲特也賣了不少股票 而且賣了那些股票 可能是我們手上很多人都還拿著 我剛剛賣了一個蘋果 我認為也看到它是保守的 所以它在別人各個都很貪婪的時候 就要審慎一點 現在我自己也傾向要審慎一點 現在說可能九月減息 減息和加息始終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貨幣政策 過了之後 世界會有甚麼回應 行為上人的投資行為有甚麼變化 有些可能要出來 要觀察一段時間才會清晰 所以我自己也傾向收斂一點 我自己的投資裏面 沒有它那麼保守 我原本是約15%現金 現在很多東西想賣又不敢賣 坐下坐下現金變成比例 也算是約6、7% 和它不敢吻合 最後一些問題 你的早孝康已是約10多%現金 但以我理解 也有不少是黃金 金价在我们录影的前一天創了历史新高 应该是碰到2500元左右水平 你怎样看金价近来先生? 我其实自己是奇餐一着 我虽然一直有黄金 其实在年初我已经将黄金的比例 由10%左右转了15% 本来是对的 但是赚了take profit take了之后它继续上升 等待它跌回补回 整天都不跌 那还补不补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尴尬 我暂时采取的构思就是黄金向好 但是也不会代表美国的货币制度崩溃 也会有一段时间上上下下下 既然已经升高位 就不追着了 有机会下来才补回 但是任何东西你不补它 可能会继续上升 将来补的时候代价更加大 但是我仍然有10%在 只不过这次升幅是不能够 赚少药而已 所以综合大家的意见 加上股神的取态 可能这段时间大家就持有点现金 保守一点 看看情况 可能再回稳多一点才考虑 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 大家记住 如果喜欢我们FINANCE730的节目 Like、Share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星期见 开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